中央大拿A10杂色再加1位跟住 Bernifield在UT級的位置拿全8同色也是率先跟住 場上的大籌碼LAM拿到96也是選擇跟住 这里应该他们会遭遇COA Paul的Squiz 他拿到了一手TopRange 直接选择All-in看看他能不能抓到 他能不能抓到对手的支付呢 可以看到这里Face2013在思考 但我们屏幕上还没有显示他的牌 面对COA玩家的Squiz 他这里会用什么范围来抵抗呢 是什么牌如此艰难的抉择 Squ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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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见这边Paul Fua看起来是一个很大的All-in 那但是中间呢因为有前注跟庄位的两个前注 实际上里面有16万的筹码了 我可以看到其他的玩家都没有任何一张勾 所以我猜测这里让Face2013非常难受的一手牌 很有可能是口袋勾 谢谢 这是一手可以优先 如果前置位没有人动的话 他是可以直接做同样的动作的一手牌 但是在COA玩家筹码Cover他的情况下 选择率先All-in的话 GoGo已经丧失了对对手的7牌率 那么他要思考的就是在绝对牌力上 他和Paul的牌力范围有一个什么样的对比关系 对 GoGo跟A锤的可能性比较大在这边 他们现在应该是要balance一下桌子 就是淘汰玩家 他们需要拆一下桌 然后再把桌子拼起来 现在应该赛场还剩大概十位玩家 十一位玩家 蓝桌是五人桌 红桌是六人桌 还剩十一位玩家 那这边我们看见就是Luke Greenwood 也是Sam Greenwood的弟弟还是哥哥 我们不确定 但是就是所以他们两个长得很像 他的弟弟Sam Greenwood 应该是在昨天的Day 1中被淘汰了 是有时候你会看见 一下子是不是换了套衣服呢 实际上他们是兄弟俩 对 长得真的是非常的像 好 那我们继续进行比赛 这边我们看见这桌有DANIEL DEVERSE 昨天我们也有看见他在我们第一桌 他Greenwood在HIGHJACKWAY拿到了一对K 他这里只能选择LINK 因为他前之位所有玩家都FOR牌 那这样子的话 这三个玩家的手牌来看 庄卫很可能选择过牌 他没有选择过于激进的动作 他目前已经拥有了560万的筹码 对 好像第二最多的就是我们看见TONG T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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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手上是270万 好了 现在一对K 应该会和圈石顶两队打一个比较大的体词 我们看见这边LINK GREENWOOD他筹码也不是很多 在这种积分牌不是很多的情况下 有可能会跟圈石打完 应该是会打完 如果FLOP选择加注的话 应该这首牌就直接打完了 面对这样子一个短球马圈石 应该不会选择慢打 如果他选择抠一条接的话 这样子KK的反超余地就非常非常的小了 是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个 并且他可能会miss value 对 因为这张圈是非常的在我们CHIP LEADER的范围里面的 对 它是我们说的secure action card 对的 这里Greenwood的一队K很难很难在这里做 几乎是在这里不会做第二枪的下注了应该 并且很有可能会做 他要做什么 是BETFOR的吗 是BETFOR的吗 他下了一个小注 希望对手是买牌 所以对手应该会FOR给他很多顺子脚牌 来 早遇到了一个加注 这边我们看见余威想加到了二十二万五千 把难题重新再丢给了Greenwood 早遇到这个加注的时候 Greenwood就已经在思考弃牌这件事情 果然是一个BETFOR 对 但如果在这个FLOP的时候 UV像他CHIP LEADER 我觉得这里他可以是打 应该是打完了 对 把Greenwood打出去的 那这个转牌真的救了 这个Luke Greenwood 但是我们是在上帝视角看到 Greenwood是有一手强之父的牌力 站在他的视角 他可能会觉得Greenwood只是跳出来DUNK一枪 不一定有很强的牌力去跟住他的RACE 所以想要在后面 让对手记重点什么 谋取更多的价值 但是短牌我依然是 不是很推荐大家慢打 除非是在对手都非常 Think Lilo非常高 并且对手水平非常高的情况下 可以选择慢打 对 而且就是他充满量也非常少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那时候Luke Greenwood一定会制服的 对 这里可以看到 Shawin Lynch拿到了一手AK同色 这也是一手Top Range的牌力 他会怎么选择呢 可以 他直接选择All-in 在前置位的All-in 那后置位是很难 拿边缘牌去跟住 在前置位的这手All-in显得过于的强悍 在后置位的A勾是也会for给他 A圈的话 深筹马应该也不会跟他打光 好 这时候AK可能大的直进了一些 他拿足了对手的7排率 在后置位 Grainwood在这里再加一位Limp A勾 好 这里COA拿到了一手圈圈 这是一手在这个筹码量完全可以直接打光的牌 那Greenwood在这边数一下筹码 他有可能考虑有可能会跟 Greenwood目前是34万 拥有超过20个前柱的情况下 如果用A勾做跟柱 是一个比较边缘的跟柱 这是一手稍显边缘的牌力 他觉得对手的范围里面 不太可能有A10 也不太可能会有低于勾的小队子 所以才选择放弃 可以看到Greenwood在翻前打得非常的谨慎 所以有很多玩家在他那个位置 有可能他的筹码量就直接推出一个All-In 对 对 然后看见Greenwood他选择是Core Fold 那他也继续选择做个Core Fold 可以看到Greenwood的现在积分牌是97万 那刚刚应该是有屏幕上是显示错误 35刚才是 对刚才35万 所以觉得 97万的话那刚刚的确A勾是一个比较轻易的货牌 那这边Trying Ling他在庄家位拿到K圈 统花的牌 那作为一个比较激进的玩家 他在这里选择了加注 加到15万积分牌 那这里回到Luc Greenwood Greenwood的选择在前置位 跟注15万 好 川普打得非常的稳健 直接Fall掉了一手非常不错的19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那这边深深的思考要不要他一对齐跟注呢 我看见 Flop出来 AA6 那这边Trying Ling 选择下注15万 用K High的牌 那我们已经说过了 他是一个打得比较激进的玩家 他这边继续下注 利用位置又是 下注15万 那Luc Greenwood 战士领先的牌 起掉了 顺利拿下底池 我们可以看一下刚刚那手牌 如果Greenwood是在后手35万的筹码的话 能不能跟注 目前的盲注是153万 那么Hero需要跟注的是 23个 23个Anti 在底池里面有53个Anti的情况下 如果他跟注的话 那么底池是53个Anti 他投入一个Anti 需要跟注23个Anti 那么需要的获得概率是41.51 那么他拥有41.51的盈率 才能实现正EV 那么可以看到 在面对对手一个 推出All-in标准范围 前8%的范围的话 41.51 是一个 同样8%的一个范围 是需要勾勾加的牌力 而VS8的时候 A勾S这手牌只有35.97的盈率 是处于整个范围的 第37.78%左右 所以是明显不够的 那我们这里应该是休息 差不多8分钟 然后会给大家带来一些 精彩的牌举 然后大家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1 可以看到Juanda跟昨天的造型有点不同 也同样戴起了一个帽子 显得更加冷俊一点 好 第一手牌 Juanda在枪口加1位拿到AK Lamba在Hijack位拿到90 我看见Paul Fua不幸的在装位拿到A圈 然后Juanda是HAPPY CALL 也是秒CALL Juanda在看到Juanda 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小了 对 因为你A圈在这里最不喜欢看见的手牌就是AK 对 在TopRanger里面唯一手被 唯二两手被主导的牌 GoGo6 我们看见这里分筹码的几率有点挺高的 所以希望Paul Fua还可以继续 Lucky River Lucky River Lucky River 那就是Paul Fua这里逃过一届 很幸运的 两个人 他也想Hollywood一下 他想要演戏让后卫 Hijack位的Paul 我觉得Paul Fua的手牌还一般 但是他是愿意冒险在翻前进行一个三人抵持吗 Pole和Fish2013的筹码都Cover 对 都Cover 如果Paul Fua这边call的话 Fish可以把他打出去 他选择了七排 Ago这里是撞到了一手被主导的手牌 他有600 他有1秒 不平衡 好 目前来看Ago反超的空间应该是非常的少了 波夫阿他很后悔他的勾石黑桃去了 因为他这边是买到了花 那他说筹码太多了 这里波诺莫从FASH 2013身上成功的翻倍 那如果你对短牌是有研究的话 在这边是Easy Call Easy Call 因为短牌是一个你不能被剥削太多的游戏 你需要用你的强权益的牌 去跟人家的强权益的牌去对撞 那他最后选择做了对的决定 也就是All In 现在目前我们的九七天顺势领先 但任何的六八十七圈出现的话 对他来说都是直接宣布他转应战 对那也就是非常多的outs 对非常非常多 可以说整整半副牌多都是他的outs 甚至超过半副牌 直接到了 哇 你看这个买顺是多强 他这边转牌马上 买到了Train High的顺 目前我们chip leader是cover两家 如果合牌不出攻队的话 那么他将直接收掉两家成为超级chip leader 看看这时候大群羽的酷乐对撞 谁能笑到最后 哦他成功的顶住 好看见昨天这个鱼羽他也圈圈对上A的时候 在合牌的时候也击中了他的顺那时候 合杀 对合杀 那今天他的运气也非常好 一如既往的好 对 然后这桌我们本来是四位玩家 他淘汰了两位玩家 直接 直接一干拆桌了 这个下注的话 目前持注比是1比1 对于Face 2013来说 应该可以很轻易的选择Race 0拳下 应该可以很轻易的选择Race 0拳下 应该可以很轻易的选择Race 0拳下 他要自己继续跟住吗 他要自己继续跟住吗 你继续跟住 Lindsey 0拳下 但是 我需要 尤其它是 都是 献 ». 两位玩家都是 底顺 博特姆现在思考的是 对手的范围里面有没有90这手牌 他继续选择Value Bet 他这里做了一个15万 的鸡牌 下注 那我们看见Fish 他一直会好好的思考 每一手牌 他思考时间也一般 比别的玩家都多 Fish 2013是我在高额桌见过 思考时间最稳定 最稳定最长的玩家之一 也是因为就是他可以好好的 很周到的思考 也让他就是在合牌的时候 做出一些很好的决定 那么开阶这边 看大家懂 那今天谁可以拿下这个短牌的冠军呢 今天也是这场比赛的Final Day 这场比赛只分D1和D2两天 在D1的第八个级别打完之后是停止买入 这里Fash2013是拿到了一首K钱杂色 直接在枪口加一位选择All Link 59万5千积分牌 40个Anti 好 成功收底 在后几位玩家都没有拿到任何一手 能够接他40个AntiAll Link的牌力 我们可以看到Bonovo是非常多的 就经常穿这种素色的T恤 可以看到他的生活中应该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人 对 有很多这些职业牌手他们穿着方面都是比较随便 对 然后呢一般呢他们进赛场也是穿拖鞋 我上一次在巴哈马见到Bonovo的时候他也是穿着很休闲的上衣 然后裤子下半身是穿着一个很普通的运动鞋 走在路上没有人会看得出这是一个身家几千万美金的 可能至少至少保底几千万美金的一个超级富豪 这是他明面上的锦标赛奖金 那谁也不知道他的Bankrow到底有多深 有时候打比赛你坐在那里一天最重要的就是舒服 对 所以就是大多数的玩家们他们都会选择穿运动衣啊运动鞋这样去出赛 好 这里是 前几位玩家是直接拿到了一首纳斯顺 在两门花脚的情况下他可能会要领先下注 在13万5的底池里面下注4万 那我们看见这边Bankrow跟Paul Fua他们只剩分筹 就是分筹码的 就是一个圈 那两位玩家都有棋牌 面对这样子一个面 他们的单队的牌力都不足以去扣任何一个哪怕是30%的下注 那这个David Benefield他暂时是有69个前注 也有104万的积分牌 强可为拿到一对10跟注 可以看到我们在打打牌的时候 前几位他不管拿到什么样的牌力都倾向于做一个跟注 不但是因为前注位位置不好倾向于打一个小的底池 同时也是因为1010啊勾勾啊像99这些牌 在短牌里面的绝对牌力并没有在强牌里面那么强 特别是991010这样子的牌力 几乎只等于长牌里面6677的样子 对但是他们呢也会看见跟注一些AAKK这种牌也是做一个balance 就是不管是好牌或者就是比较边缘的牌 他们都是做一样的动作就是跟注 当你在前置位的跟注换范围里面混合了你的一些top range之后 后置位玩家对你的squeeze挤压就会冒一定的风险 在前置位link top range也是为了保护你的link range 因为你不可能总是拿到好牌 但你也不能让对手知道你一直在前置位用岔牌去link 你必须让对手知道你的范围里面拥有很多很多 他们意想不到的东西 所以你目前可以看到POSE拿到了K8高低两队 因为有40%的权益 波诺莫可以勾顶对下注 在18万的底池里面下了6万 正好是1%三分之1 POSE mirrors Hue POSE用高低两队选择跟注 POSE POSE 可以看到LAM这里有一个卡钩的顺子 他的筹码量非常的健康 面对一个这样的小柱 他可能选择进去 因为他卡到钩的话 两家玩家的支付能力是非常强的 那这边转排出来个A 这边BEN LAM 他现在中了顶队 但这张A面对两家的范围 在多人底池又没有位置优势的情况下 并不是很好 对他来说他宁愿看到一张钩 因为这张A虽然给他带来了顶队 但是这是一张软奥子 在提升他的牌力的同时 也有大概率提升两位玩家对手的牌力 那这边我们看见BEN LAM 他选择了做一个零打 他下注17万 这手下注彰显了非常强的牌力 由于他是在前置位 选择check call 在TEN上掉了惊悚张的情况下 跳出来领先下注 代表的牌力是其实比他手上的A10要强一些 要强很多 所以BEN LAM 弃掉了已经落后的K钩 对然后呢 这边也会让Paul发觉了他的K8两队 对手比较边缘的 有可能是不是比他的手牌小了 对 因为当这张A出现的时候 对手的范围里面有可能 有击中很多很多的两队 对 H&AK也有可能 顺子是顺子 因为LAM的范围里面很有可能是有10勾这手牌 在flop做一个check call 可以把这里选择了跟注 这里是被前置位的DUNK是封锁了行动 那我们看一下BEN LAM这里可以继续下注吗 如果他选择下注的话 我觉得他是可以打走Paul发的 有一定概率 但如果他这里选择check的话 Paul应该是在后置位也会选择check 也是会选择 他在TUN上的Lead其实也有一个freeze action的意义在 他在TUN上的下注代表的排力范围 逼的Paul在后卫可能在合排也不能下注了 果然选择了check check SALAM在TUN上的下注 下了一个比较TUN上合理的注码 使得他逃过了可能存在的合排遭遇对手的一枪 BEN LAM也是打得比较谨慎的一个玩家 刚刚那时候排的思路也是体现出了一个在长排里面经常会出现在短排里面比较少见的一个在前置位 多人抵持check call flop z когда Lisa делает TUN上 meio 鬼进当阮要达到对手准两队减的排里freeze action的一个操作意义 都要和卫可能重用 整个重型 het�国斤基本上的重向 做一个mini race 那阿童 我们在这边跟观众朋友们说声哈喽 哈喽我是阿童 今天我们陪大家在这边 说25万买入港币短牌的解说 希望大家喜欢 那我们看这边 钱住现在是2万 然后呢 装位需要支付4万 Greenwood拿到了一对9在枪口加1的位置 拥有超过30个anti 他继续选择跟住 我发现Greenwood总是在前这儿拿到一些牌 也就是有比较难处理的一些牌 我们的chip leader目前是拥有610万的筹码 在稳健上增 Flox应该三张红 轻轻7 同样在4加底之中 大家都打得比较稳健 因为谁也不知道 有多大 面对三加的过牌 Device也选择过牌 一张红桃石 Grainwood看一下自己手上 两张黑色的球并没有红桃 这Device有两头剩带花抽 拥有比较高的权益 他是否会在这里下注呢 还是再继续免费看另一张牌 他看向筹码应该会选择下注 做了一个比较轻的下注 在20万的底池里面下注7万 没有得到任何支付 可以看到优秀的玩家是在 对自己非常有利的面 可以拿一些强听牌 做一些 先制下注 一方面造大底池 另一方面是获取对手一定的棋牌率 来弥补自己在合牌听牌 不足的 盈率 Grainwood总是在前置位拿到这样子的 好这里他选择了 Olin 有14万5千的几分牌 但Olin对他来说也是非常难受 因为他看不到后面人的任何动作 而且他由于他 Ouch 这边 撞到了一手 撞到一手被主导的牌 我们也说过 就是HM在这里最不想看到的 也就是AK是其中一手牌了 对 Grainwood非常的难受 因为如果即使他是在后卫 Squiz Olin的话 至少底池里的死 现在还会更多一点 他前卫暴露了牌力 那么这个时候能尻上来的牌 基本上是不会比他小的 Olin Olin 他现在只能期待是一个Flip 并没有 那我们今天有看见A圈跟AK 跑了个球 对 那我们看Grainwood在这边 会不会一样的幸运呢 A圈杂色对上AK 哇哦 直接JungDead 这是一首梦幻Vlog 对于AK而言 所以我排实在有点强的过分了 不幸看见Luke Greenwood 现在出局了 对 那赛场上应该剩11位玩家 也是非常靠近In the Money In the Money 我们这个比赛是一共八位玩家 那这扑克比赛呢 是一般大家都同样的买路 然后呢 差不多10到15 10到15是可以拿奖金的 这扑克比赛在装在油体级拿到了 其实不同色选择放弃 目前他作用大筹码完全可以 去等待很多好的机会 不用去寻求一些非常边缘的机会 放弃很多前置位的游戏手牌 而反而在后置位更多的去剥削对手 这创严林是在COA拿到了90不同色 选择直接加注到5GNT 就是10万筹码 那发出来这边我们看见 他是拿到了两队 这是一个非常致敬的玩家 几乎在任何他翻前主导的flop 都要选择持续下注 看样子他的cbet是要 这边他选择了跟注 希望给激进玩家开第二场的空间 那这转盘出来跟A 这个trying lean他还会不会继续下注呢 他没有位置 在这样子一个面上 如果再下注的话 帽子风险很大 但他也应该知道90这我牌已经不大了 继续下注 他确实选择继续下注 并且这个下注 直接是收持了吗 直接是收持了 那这是激进玩家的优势 有时候他们因为 就是打得比较aggressive 对 可以拿下一些pot 因为这张A的确是在他的范围里面 而且这个他后手在80多万的时候 下注30多万 其实是告诉对手 我已经套持了 因为下注之后 他的底池里面剩下 底池里面拥有90多万 而他后手只剩下50多万 那么如果遭遇了一个跟注的话 底池里面会膨胀到120多万 SPR是非常非常低 非常勇敢的一位选手 对 那么不可避免的 在合牌是要 他给对手的信息就是 你在这里call turn 那么合牌我就要请你吃all in 对 那这边divores 他枪口味加一的位置 拿到k10 然后他选择跟住了4万 这边tryingling hijack way 他拿到了a9 选择起牌 选择起牌 在庄外拿到k10 杂色是一首非常 刚说完这是一首非常 好 非常好游戏翻后的牌 对我们一直在说k10 真的非常厉害 然后每次我们有看flop 转牌合牌 他的真的就是 激重率非常高 而且就是赢下底池 概率很大 那这边就是我们看见divores 他中了顶对 选择下注了4万 因为这样子的结构牌 你不管flop发什么样的东西 都能至少跟他搭上边 而且发展面和延续性非常好 是 因为大家不要忘记 我们这里打的是短牌 也就是2到5的牌 是没有在里面的 那这divores他下得住 跟他翻牌前跟注一样大小 目前是divores 击中了k10两队 但是在单勾成顺的面上 他的k10两队可能 他在这里试图 试图下注 击飞对手没有勾 那他再次选择了下注比较小 这次是7万5千 那我们的威向还是继续跟注 打得非常的稳健 转牌的6没有任何的改变牌型 对于各自双方来说都清楚地知道 合牌的6是完完全全的一张blank 写的check放弃 遭遇对手的过牌的情况下 那算是应该知道自己一定是大了 因为对手范围里这里的A勾是一定会继续开枪 去抓取他勾的价值 下了一个20万的注码 那这里k10应该是很难call了 因为k10知道面对这样子一个下注 你能赢的只有bluff k10在对手的value范围里面是基本没有赢牌的 他现在考虑的就是是否是选择抓机 因为他知道对手的水平以及球马量是完全有能力在合牌做出这样子一个操作 因为他在合牌的过牌张显了他没有勾 没有A勾 甚至小概率有勾 那么对手面对一个 在这样子的牌面上 单张成顺的牌面上 面对一个对手被封顶的顺子减的牌力 是否 会用两对激进的value呢 他还在考虑 已经经过了两分钟 选择了跟注 他选择抓机 抓机失败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chip leader 又成功的up了43万5千的筹码 来到650万 来到650万 可以看到我们chip leader今天的牌路非常的顺 对他在落后的情况下 可以印下底次 然后呢他在领先的情况下 也可以hold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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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就是没有很大的问题的话 这里勾圈选择跟住 又来到一个多加Limp池 这种16应该是没有任何 squeeze的余地 也是乖乖地挂牌 可以看到 职业选手 顶级的职业选手之间 其实是很少有失误 哪怕是对于短牌这样子 并不太熟悉的游戏 他们翻前的 过分激进的一些bluff也会很少 squeeze也会拿一些牌力支持的 好 都选择过牌 三条圈 那这边我们看见tryingling 他转牌中了三条圈 他这里应该是会选择下注 对 Trump的卡石顺子应该是很难支撑 我们面他去跟住一个 即使是八万 我觉得他也未必会跟住 中央玩家拥有两头卡胜 现在拥有卡7卡钩的两头卡胜 不知道是否会跟住呢 他选择放弃 因为已经在出了攻对面的情况下 他不确定对手的范围里面是否有 葫芦 他的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他的选择是明智的 因为对手的踢脚是一张钩 如果他卡到了上胜钩的话 可能会被对手的勾圈葫芦打掉很多的筹码 所以有的时候 不要在过于危险的面搅一些弱牌 对 这跟长牌也一样的道理 有口诀叫花面不搅顺 攻队不搅花 这里又来到一个多加Limp底池 可以看到后织的玩家都并没有什么牌 你给他选择放弃 在考量了自己的后手手码之后 选择不再玩一些边缘的牌力 这里发出来Flop Flop有天花 我们看见Paul Fua 马上种了花 并且他的花可了不得 不但是天花并且是有两头铜花胜抽牌 对 坚果中的坚果 他应该现在很兴奋 但是呢要装的 他微微仰齿的嘴角已经暴露了一些 希望没有被桌上的高手抓到他的Tills 那这边我们看见Benefield 他是中了顶队 顶队抽K花 对 买花的机会 来吧 出张红桃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在这里 他选择了过牌 过牌的话 极大的隐藏了牌力 但是他不知道对手 是否会拥有值得下注的牌 这里 可以看到 转牌和合牌 对于Po来说 都不是非常好 因为 对手目前 好像并不能支付太多 可能面对他合牌的下注 对手是会直接弃牌 在三十万的底池里面下注是七万五千 超过了一半 那 Benefiel在叫考虑要不要扣 但是这算是个Hero 因为我们看见他的牌力并不强 但是他在想 是不是Po Fua在翻牌的时候买花 然后没有买到 在合牌的时候 就Buff一下了 但是他要考虑的是即使对手是买花 有可能是用买A花来领先下注 对 有可能他 Ten上掉了一张A之后 可能即使他是买A花的一些牌 一些组合 红桃A一代其他的踢脚 很有可能是有了shadow value之后选择check 是的 然后合牌在看到对手在Ten上 选择后卫过牌之后 合牌用顶对下注也是非常 感谢观看